花联邮局借由游戊士轻送邮件到府的过程 也主动的关心独居长辈的生活状况 并连续多年自尊物资给弱势独居的长者 而集团想长游淑珍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花联邮局同仁带给社会的温暖 每次邮差送信经过家门一句问候 总是让独居长辈们倍感温馨 花联邮局也借由游戊士送邮件到府的过程 扩大关心长辈们的生活状况 关怀独居长者一直都是我中华幼症 持续一直来做的公益活动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们亲自来拜访 亲自来关怀 我们这一位姐姐 我成功姐姐应该还好 那平常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外姓同仁 这是我们阿美机场 非常谢谢我们的同仁 在送信在投地的途中 也都未来个别的关怀 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地的 这些长者 有任何的需求 也都跟我们的投地同仁讲 我们一定会提供一个很好 虽然不是我们主要的业务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安心 非常棒的工作 花里邮局连续多年 赠送生活物资给其安乡的独居长辈 乡长游淑珍特别感谢 游地幸福让爱日不落 也让关怀分送到巷弄林里 谢谢我们今天花莲邮局 带来我们吉安乡中低老人独居的一个关怀库的关怀 我们开启了爱心物资送到家 关怀益助的能量 也从吉安相公所分送到我们花莲邮局 来共够每一个幸福吉安 关怀长者的一个社会的能量 我们相信从巡守队到走入加户 现在跟益助了花莲邮局 跟我们一起开启的独居老人关怀 我们相信饮法乐活在吉安 谢谢我们一起共同凝聚社会的力量 一起推展吉安的关怀 游淑珍表示 面临老龄化社会来临 如何让饮法长辈乐活在吉安 是相公所重要的职责任务 除了建制多处的服务站点 社区志工和巡守队员也都关怀独居老人 特别还和花莲邮邮局合作 共同来守护弱势独居长辈的平安与快乐 介续会吉安相报道